总有一段时光是属于我们 总有一段文字可以触及心灵 这里是娓娓到来之 落成夜听 每个夜晚我依然在此等候 用声音来陪你度过 爱一时容易 爱一世难 经常看到网友留言说 感情难道真的抵不过时间吗 为什么曾经那个满眼深情 说爱自己的人 在久久的时光之后 会变得越来越冷淡 甚至遗忘了最初的诺言 定解心欢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起初爱得浓烈彼此相拥 说好一辈子不分离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原本以为会一起白头偕老的人 却在时光的推移中 渐行渐远 由恋人变成了过客 你可能始终无法理解 为什么曾经说爱自己的人 会变了心 为什么当初的海诗山盟 你浓我浓 到最后只剩下遍地狼藉 有人说爱一时容易 爱一世难 后来的我们 熬过了异地 熬过了流言蜚语 却熬不过岁月的蹉跎 感情里 一个人变心的原因 说到底 无非是在一起的意志 没有那么坚定 以至于在日常的平淡和琐碎中 渐生厌倦 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和决心 那个你陪着走过青春 走过一路风雨的人 在岁月的变迁中 渐渐地变了 之前甜蜜的生活 也随之慢慢地消失了 其实很多的感情 一开始 都是幸福甜蜜的 可惜 终究抵不过 生活中的柴蜜油盐 很多时候 生活里的琐事 都很现实 如果感情不够深 曲终人散 是在所难免的 我常常在想 对有些情感而言 能做到不负相遇 就好了 不负你 或者不负我 都太难 更不用说什么 不负彼此 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 没有人能保证 一辈子初心不改 对于那个 一开始说爱你 后来又变了新的人 不如就让他走吧 别去苦苦地挽留 要知道 有过伤痛的感情 再怎么努力 也回不到当初 如同破碎的镜子 无论怎么修复 也改变不了 面目全非的事实 你又何必 去自找难堪 与其一遍遍地 询问对方 为什么会变心 不如各安天涯 好聚好散 毕竟他曾经说爱你的时候 是真的爱你 只是敌不过时光的侧陀 日常的消耗 最终在半路 丢失了这份感情 记得 无论当初如何深爱 后来又变了新的人 他的未来 再也没有你的位置 今后 你要勇敢地往前走 去遇见 另一份美好